10月22日,華為開發者大會2021正式舉行 《鴻蒙3.0系統》也正式發布了 以下我們就來看看它都有哪些亮點 第一,超級終端支持更多設備介入 鴻蒙系統的核心能力就是分布式技術 能夠讓多個設備自由組合 在系統融合成一個超級終端 在超級終端裡,原先的每個設備都能發揮最大的優勢 共同為用戶服務 比如當用戶想要更好的享受手機裡的視頻內容時 可以將手機視頻無縫流轉到電視上 不用電視大屏優勢讓用戶獲得更好的觀感體驗 同時再加入華為上面的X音箱 讓地瓦雷丁炮為你展現震撼音頻效果 如果你不想打擾他人 你可以加入華為的萊牙耳機讀向大屏視頻內容 而此次,鴻蒙3.0系統帶來的異構主網技術 將進一步加強鴻蒙系統的分布式能力 可以支持更多設備介入超級終端 比如你可以用手機、智慧屏、四台音箱組成家庭音樂 享受大屏和5.1聲道帶來的體驗 第二,多屏協同進步升級 EGO主網技術還帶來了更強的多屏協同功能 以前華為多屏協同只能連接兩台設備 比如手機與手機、手機與平板、手機與PC、PC與平板 而鴻蒙3.0系統的多屏協同功能 可以實現手機、PC、平板三者之間完全打通 實現三屏協同 第三,分布式協同技術 在開發者大會上,華為還提到了 鴻蒙3.0一種非常有趣的分布式協同計算能力 這種能力可以讓手機遊戲調用PC顯卡 大幅提升遊戲畫質和流暢度 根據PPT上的演示 在調用PC顯卡後 手遊從2K、3幀升級到4K、60幀 隨著全新的鴻蒙3.0開發者預覽版發布 鴻蒙系統應用與服務開發工具套件全家桶也全面升級 更加方便開發者進行軟件開發 此外,華為明年還將為鴻蒙系統推出自言編成語言 為鴻蒙生態基礎設施建設補上最後一環 最後,再次看來鴻蒙生態發展 早期需要依靠龐大的市場份額作為基礎 才能進行良性發展狀態 華為的內部有16%升時限的說法 只有讓鴻蒙系統的市場份額達到16% 才算是初步成功 但遺憾的是,華為目前1.5億鴻蒙2.0系統用戶 大多數來自重量手機用戶 在供應鏈沒有恢復的背景下 鴻蒙2.0系統的新中用戶很快就開始 依賴鴻蒙生態合作夥伴 但智能手機是重要的移動互聯網入口 也是物聯網重要入口 缺少這一環節鴻蒙生態的發展 將面臨很多不確定性 總之,目前鴻蒙系統的快速發展值得慶賀 但也要清楚看到鴻蒙系統的發展 發展註定不會一帆分數 所以鴻蒙系統及生態 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此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評論區互動和留言